把焦具放到20倍 畫質一樣很清新 這是前往式手機的獨特功能 在韓國或者是大陸的手機常常看得到 不過在蘋果的下一代手機 會有這樣的功能嗎 手機鏡頭明顯外圖 這一張就是中國網傳 即將在兩個月後 推出的iPhone 14 Pro Max的真機照 儘管今年主鏡頭畫素升級 但少了前往式鏡頭 機身還變得更厚 尤其鏡頭模組這個部分 扣除機身厚度 鏡頭突出打4.17公里 今年是絕對不會有前往式鏡頭 放在這裡面的 因為蘋果的它的硬體規格 絕對不會是一次就跳得非常高 它一定都是慢慢慢慢在改變的 今年是原模組會維持 但是可能會再更凸一點點 這個我覺得一定是有 蘋果iPhone 14即將在9月份推出 受惠心機拉貨效應 古王大力光預估下半年營收再攀升 今年雖然沒有這樣的一個 高階鏡頭的一個出貨訂單 但是對於大力光的一個股價影響 應該是相當的有限 因為市場本來就沒有預期 大力光在今年就會出貨 蘋果前往鏡頭的一個預期 前往鏡頭似乎成為手機標配 外界預估明年蘋果新機 渴望配置 如果想要拍遠景又有高畫質 相機部分還不要凸得那麼明顯 果粉們可能還要再等等 今新聞 吳雅亭 鍾成良 採訪報導 應該給我 results 回家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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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貨 消化 消毒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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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